可以飞就是天生的小淑女主板 人人是18岁未成年 人家这18岁就到达了人生疯风 这是我做梦的不敢妄想的人生 我真是顶级容貌加顶级家世 脱脱高干纹女主 留一本的爷爷是空战老兵 奶奶是同晋营学院的书籍 爸爸是大学教授转外教官 巴黎生母院长讲文一版就是她爸爸翻译的 妈妈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 小姨是当年的朱银花丹 姨服是银行行长 还有她们家都是随母姓 爸爸跟奶奶姓 她跟妈妈姓 她本人会中文 英文 法语 日语四种语言 她会马术兼书 猖挑 和天仙同胖能打的天仙的只有天仙的妈妈 和她妈妈好似 和她好似 和她好似 和她只是漂亮 都很有气质 快不得叫西西公主 有一飞应该小时候的家境都挺好的 那时候台式电脑还没可及呢 她已经用上笔记本了 真的不知道学仙姐姐还有什么烦恼 我的钱都够花 而且是我自己挣的 而且我也觉得我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也不会为了所谓的这种物质去干人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物质在我的生活里是真的可有可无的 但是说现在我买衣服 真的也兴奋不起来 就包括我开车也是 我开跑车也是因为我觉得好玩 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刘亦非原名叫安峰的吧 天生的小说女主名啊 靳安是一位她爸叫安绍康 就是那个长江文艺版的巴黎圣母院的翻译者 同时曾经也是外交部 驻法国巴黎一等外交秘书 还担任过武汉大学法文教授 这大概就是小说里十三四岁女主的样子吧 一手好拍打的经验自作 要证明一位迪士尼正人公主 这是什么水平 刘亦非代言了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 比迪拜还有千的存在 石油储存量占阿联酋90% 阿联酋是亚运会上唯一中国和阿联酋双国旗的国家 阿布扎比上一个代言人是奥尼尔 隔壁沙特代言人梅西 卡塔尔代言人贝克汉姆 代言费高的可达13亿人民币 刘亦非没有个人工作 是前每年定居中国超过180天 所以按个人所得税最高比例给中国纳税 这颇天的富贵啊 年少承名嘲哄到现在 外表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了 真的不是特别在意美丽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外貌 真的仅仅是一个人特别片面的一部分 它可能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接下来你的内在或者是你的气质 我觉得这些才是让一个女性有魅力的方面 听起来的思想和精神内核 未言之有物且独立清醒 在这个时候喜欢穿休闲的 最舒服的那种 刺激特别软的 粘粘的喜欢 我自己平时休闲的话 就最简单的 越简单越了 能够有一点 力量的然后舒服的 好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能再和别人的想法 这说戴眼镜是为了压颜值 简直就是从扫说走出女主压 原来我拍恋爱通告说是素颜 就基本上没有化什么妆 很素很素 她不化妆就已经很漂亮 很素颜的样子 和内瑞的其他女性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直接伴侬鸟杀 一飞和刘涛兰 欢迎下位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